Hello 大家好 上集我們還沒說到 人其實很害怕死 不知道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 其實這本書是蓮花生 在公元八世紀的時候 他將一部《古印度的渡亡經》 這本書的原名叫做 《忠陰物教得渡經》 什麼東西是忠陰 忠陰本身是一個過渡 介乎生與死之間的階段 總之就是你死了 到你再變成人之間的那段時間 就叫做忠陰 因為本來是繁文寫的 而且年代已經比較久遠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難明白 後來索甲人波切 他又重新寫了一部《生死書》 這本《生死書》 主要是用一個更簡單的角度和文字 去描述這部《渡亡經》 究竟在說什麼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 你可以先看這本《生死書》 因為更加符合現代的語境 以及他舉的一些例子 也是相當現代的 所以你是更加容易理解 其實你可以當這本《生死書》 當成一個臨終關懷的指引 即是說如果有親人準備離開 那我在他準備離開之前 我要做些什麼呢 即是他不是教你 好像什麼道教 又要做些什麼符 要搞很多事情 不是 他的意思是你如何令這個人 在離開的時候更加舒服 你不要去煩他 不要去搞那麼多事情 不可以令他太緊張 其實《生死書》 相當於是一本 即是教你如何做臨終關懷的一本書 我覺得 從任何角度去看 其實這本書都不錯 所以如果你對《生死》這個話題很有興趣的話 這兩本書 你是真的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因為他實際上也很影響整個西方對生死的觀念 當然也跟我們東方的生死觀念很吻合 其中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關於死亡第一階段 就叫做臨終終陰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 死亡是一件很恐懼的事 即是包括我們自己 你都未必說 我隨時已經做好死亡的準備 即是死亡這件事 其實對於東方人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來說 其實是很忌諱的一件事 我們很容易將死亡這件事 妖魔化了 覺得死亡大家禮事 不可以提 我從來都是鬼仔性格 我絕對不介意說這些話 所以有時候人們覺得我口臭 經常說死亡 說什麼什麼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生命是一個循環 你有生一定會有死 所以死亡是一種忌諱 為何是一種悲傷的過程 你將任何的東西 待在大自然上 如果那件事是正常的 那件事是正常的 這件事就很正常 一朵花 它會生長 它就會有膚毀的那一天 人都是一樣的 你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有什麼很悲傷的 人之所以會害怕死亡 一件事是 因為他們 不知道死亡之後會怎樣 人其實 恐懼的來源就是未知 你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所以你會害怕 如果告訴你死亡之後會怎樣 你怎會害怕 就算你真的會害怕 但你也沒有害怕 你會有一個心理準備 所以我不知為何 我從小到大都很想了解 究竟死亡之後會怎樣 隨著我對死亡 越來越了解 我又不知有什麼害怕 害怕什麼 我對生命更加熱愛 我希望無論我何時死都好 其實我要活在當下 每一日都要活在當下 不要去擔憂未來的什麼 後悔昨天做了什麼 不需要你每天過好你今天 你就已經對自己是最好的一個交代 你真的無悔 對你的親人也是一樣 每一天都當是最後一天 對他們好 對他們關懷 那你有什麼後悔 你去想 我現在要很努力做事 我要未來十年 二十年 我要很有錢 令到他們快樂 但你今天沒有令到他們快樂 如果你今天離開了 你便會有遺憾 所以你便放不下 但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做你想做的事 每一天都在對他們好 那你有什麼遺憾 那你說我小朋友這麼小 我便離開了 我父母老了 我便離開了 白頭人蘇黑頭人 大哥 沒辦法 你留戀在人間裡 哭哭哭 你也幫不了他 你已經死了 如果是吧 大哥你死了 你怎樣 你留下來又怎樣 你看著他天天哭又怎樣 你看著他沒有人臭 然後小時候被人欺負 那又怎樣 你幫不了這件事 那你何必留在這裏 所以你便快點走 這一個可能就是他要去面對 他要經歷的一些事情 那你做什麼要去干預別人的生活 你都已經走了 那你便乾脆早點走 沒有必要留戀在這裏 所以當你看透了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你很坦然 你覺得隨時離開 你都不會有什麼後悔 還有有什麼擔憂 但是人最難的就是放下這些情感的東西 可能說很容易的 但是 真的做可能是 斷捨離是比較難的 我也知道 我也未必說真的 可以做到這麼坦然 但是 你要明白的就是 起碼你要打定底 告訴自己 原來我是有選擇的 我可以離開的 不是說我一定要 留戀在這裏不走的 其實這個生死書 亦都告訴你 其實你如果是很害怕死亡的 你覺得死亡之後 你會很困惑的 其實不要緊 我現在就跟你說一說 究竟死亡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當你做過一個心理準備 或者你遇到一些什麼險境的時候 其實可以幫到你有一個指引 起碼可能 哪怕你記一兩條 記一兩點 都可能會令到你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你要了解 人死後 他分的階段 是哪幾個階段 所謂的 臨中中陰 其實你看回西方的醫學 你判斷人死就是 腦死亡 心臟停頓 什麼 就會宣佈這個人死亡 這個就叫做 醫學上的死亡 而在 生死書所描述的這個世界上 其實死亡是未完的 一個人兩腳一身之後 其實他仍然是清醒的 還有感覺的 他們甚至乎可以聽到身邊的親人 在哭 在吵 爭家產 又或者是吵架 他們其實都聽到的 所以如果你的親人離世之前 或者是離世之後 你還在病房裡 或者在家裡 在吵 各自子女之間在吵 親友之間在吵 哎呀你 一天都是你 害死爸爸 一天都是你 平時就惹他 要不就說 爭家產 又說 哎呀 到底怎樣睡 爸爸的家產 其實你們這樣做 當然 在醫學上 你已經宣佈了 說 那個爸爸已經離開了 死亡 但事實上 其實是未死得完 他還是會聽到這些事情 所以你這樣說 這樣做 會令到他的情緒很波動 其實這樣會比較影響 那個先人 即是剛剛離開了 那個先人 所以這本書建議你 當你有親人離世之後 不要在他身邊大哭大辣 也不要搖動他的身體 不斷搖動他 不斷搖動他 很流行做這些事情 這本書就說 其實他的身體是有感覺的 他說人死後 他的意識會和身體分離 在分離的過程中 其實和他的身體之間 會有一些不同的感應 這是所謂的四大分離 什麼叫做四大分離 就是地球四元素 水 火 土 風的四大分離 其實因為人死後 他已經開始和身體分離 靈魂也好 意識也好 所以很多的感官都會被放大 可能你本來說 很小力地說一句話 其實對他來說已經很大聲 然後你還不斷搖動他 對他來說就像地震一樣 而他的身體也在分解 包括器官 停止運作 甚至血液停止流動 這些很細微的變化 其實對他來說 因為他的感官放大了 所以他會覺得 到底什麼事 其實他本身是很焦慮 很緊張 很害怕的一種情況 但是你還在 整個家人 在環迴立體星 爭家產 那整件事很焦慮 哎呀 什麼事 究竟為什麼 哎呀 其實你看到一些古代人 其實他們的處理是對的 我們現在你看到有時候 如果有些先人 他在醫院走了 或者在家裡走了 那你一定有程序 醫院可能馬上帶走他 然後 如果家裡走了 你要報警 然後又要開車 運走他 其實這些動作 都是會令到他 有一定的影響 但當然 如果是有法律規定 你也是要遵守 沒有辦法的 但是你看回古代 或者以前 時代 比較久遠一點 你會看到 其實那些先人 走了 他會放在家裡 當然恐怖 放一段時間 其實這件事 都是為 先人 在他剛剛走了 即是已經宣佈了 醫學死亡 但是 他的所謂的靈魂 以及意識 還未離開身體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不要搞他的 有他靜止 大概八小時左右 他完全脫離了身體 其實你才去動動 他的屍體 會比較好 所以 這也是太平間 或者以前的異裝 存在的一個必要 你不要說 我馬上去火化 其實因為他自己 還未完全脫離身體 如果你突然去做這件事 其實 對他們來說 是太劇烈了 當一個人 離開了 即是你的靈魂 離開了身體的時候 還會有一條 所謂的 能量線 扭著身體 即是有些人 會說 我會靈魂出竅 有時會發夢 可以去哪裡玩 等等 其實都是一類似的道理 是有一條 像磁帶 扭著你的身體 以及你的靈魂 而這個臨終終陰的階段 其實和很多所謂 經歷過憑死體驗的人 即是死過回生的人 其實是有類似的體驗 當你離開的時候 第一時間會看到強光 如果你有信仰 你就會覺得 那位是耶穌接我 那位是佛祖接我 你會看到強光 你很自然想起一些神聖的東西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話 你就會覺得 是你信奉的神明 來接你 包括憑死體驗者也好 包括很多靈媒也好 他們認為 這個光是來自外在的 而這本生死書裡面所說 其實這種光明 是來自你的自身 他的術語叫做自性光明 其實每個人的身體裡面 都有一個全肢狀態的自己在裡面 在剛剛擺脫肉身束縛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光幕 而在那個很短暫的瞬間 你就會變回靈魂的全肢狀態 即是你對宇宙萬物 所有的法則 甚至乎所有的數學公式 你都是很了解的 你是在一個全肢狀態 但是這個光明和全肢狀態很短暫 如果你在死後 你不可以馬上融入這些白光 即是最強的這種白光 這些白光就會消失 即是所謂錯過了 變回一個全肢狀態的靈魂 所以對於很多所謂修行的人來說 他可能修行了一輩子 練了一輩子 就是為了在死亡的那一刻 這個臨終中陰的時候 看到這個自性白光的時候 他可以融入這些白光 這樣他就已經是修成了 因為他可以回歸到一個全肢狀態 這個就是所謂的修成了 但是大部份的人 是害怕的 看到這些白光 他會覺得我不配進去 我沒有那麼好 我不可以進去 糟糕了 那你就馬上去了第二種 即是你錯過這個白光之後 你就會到別處了 不過你不要以為 你聽完我說話之後 你就會說 哎呀 聽完陳導師說 到時候 等我真的死的時候 我一定會進去白光 所以這個可能是死亡攻略 即是如果我真的這麼厲害 上一次我進去白光 我就不會坐在這裡 跟你說這件事 即是可能我真的知道 但到了那個時刻 你根本完全是 恐懼也好 什麼也好 你是不會有理性 去想起我講過什麼 而且那個時間這麼短 很多人無緣無故會錯過了 但這本書也是提醒你 如果你可以跟一個 即是快離開的親人 跟你說 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強的白光 你不要太猶豫 馬上進去 其實可能也會令到它有一個幫助 令到它可以更加好 更加快地離開這一輩子 千萬不要去一些弱光的地方 越強的光就越好 而根據這本書的描述 就說這種自性光網 即是第一次看到的那種強光 好像是一千個太陽那麼光 光到不得了 剛才提及到 人離開的時候 有一個四大分離 即是地水火風的分離 所謂地的分離 就是身體內有固態物質 即骨頭肉 等等 開始慢慢溶解 慢慢停止工作 可能你會想 喂 有沒有這麼快溶 剛剛找到 當然 你肉眼 沒有辦法看到這麼快溶 但因為那些亡者 其實在他的視覺裡面 他的感官是會放大很多倍的 所以對他來說 很細微的一些變化 他都會很敏感 所以對他來說 骨肉的溶解 就會令到他覺得 好像地動山搖 好像地震一樣的感覺 但其實可能實際上 只不過是你身體 死亡之後的一些物理現象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繼續在一個 離開了親人的旁邊的時候 你要令到他舒服一點 或者在身邊跟他說 你不用怕 保持鎮定 不要激動 所以你要做的事 就是令到他的情緒 穩定一點 平靜一點 就可以了 不要在旁邊爭家產 就算要爭 麻煩你回家才爭 不要在他的面前爭家產 然後你要提醒他 看到最強的白光 就不要害怕 一定要進去 而水的分離 就是所謂的液體分離 就是你身體的水分 會開始減少 對於亡者來說 他就會感覺到自己 好像大小便失禁 而火的分離 就感覺到自己身體 開始分解 分解是會產生熱量 其實他們都感覺到 是突然間很熱 當然 你摸他的身體 你會覺得他冷 因為他已經走了 沒有血氣 但其實對他來說 他的感覺就是很熱 因為是在分解細胞 也好 什麼有機物 所以對他來說 會好像被火燒的感覺 最後就是身體的氣 都會流失 這個就是所謂的地水火風 分解 這個所謂的臨中中陰的階段 一般會經歷三至四天 過完這三至四天 就是所謂的靈魂 和身體上的那一條連線 才會正式斷裂 如果實在沒有條件去保存那麼久 建議八小時之後 才會比較大幅度大動作 去移動亡者 而這個臨中中陰過後 第二階段 就叫做法性中陰 剛才在臨中中陰 你會看到最強的一千個太陽光的光 沒辦法 如果你太害怕錯過了 你就會去到這個所謂的 法性中陰的階段 總之你錯過了臨中中陰的 所謂的自性光明 你就會去到這個法性中陰 也會看到光 但這個光 當然沒有你第一次看到的那種光感光 你就會準備去做下一次地球的頭身 所以吸引力法則在這裏也是有效的 即是你見到哪一種光 你覺得自己是配進去的那種光 你就會去到那個位置 如果你是臨中中陰的時候 看到這麼光 你覺得自己完全配進去這麼光的地方 你就會超脫了這個 不用再在地球上 繼續再投生的這個機制 但絕大部分人 會錯過了第一次的好光的光明 你就會去 進入這個所謂的法性中陰 你又會重新投生在這個地球裏面 所以如果你做人的時候 你經常都覺得 我不配擁有那麼多財富 我不配有好的生活 即是如果你的睽罰感這麼強的時候 該會 當你兩腳一身之後 你都會帶著這些情緒去 你就會覺得 我不配進入這些光 所以你會進入一些很弱的光 所以你下次也會 投生一些不是太好的環境 就是因為你自己覺得自己不配 甚至乎很多人都會說 我在這個時候 就回想我這一生裏 做錯過些什麼 欠了別人的什麼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 進入這些光 覺得自己不配 今集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集再講一下 為什麼經常提到 7749日 究竟7749日又是什麼 看起來 當太遙控 你當然不可以 我跟大家說